班班幼儿园在于第三章时隔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内更新了第四章 这更新的速度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快 不过在视频的开头我还是得吐槽一下 这次的新章节内容是更加少了 价格还上涨了 加价不加量 拖时间的操作也是一如既往 通过把任务地点的距离拉长 让玩家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回跑路 真真是游戏两小时 跑路一小时啊 就这还敢卖四十块 赚钱还得是你们呀 吐槽完毕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第四章到底讲了什么 游戏一上来 我们就紧接第三章 带着小鸟走下电梯 然后直接是开木雷基 上一章的双头乌龟追了过来 不过它并不能追上我 班班的追逐战现在最大的特色 就是画面抖动非常的厉害 BGM非常大声 但怪物的行进速度却非常之缓慢 玩家只需要正常前进 基本上不可能被追上 而且在过程中没有任何的障碍物 又或者是惊吓射击 纯纯的跑路 包括后面会遇到的追逐关卡 都是这个特色 毫无压迫感 回到游戏 双头乌龟在最后就直接卡在这了 我在打开了一个开关之后 也是被某人给敲晕 拖了出去 再次醒来 我就被安排到了一间审讯室里 把我拖走的就是这位 缠除警官 他问了我一堆问题 有没有见过这个 有没有见过那个 估计这是一种初步筛查 他要确定我 到底是哪个阵营的人 之后他就把我带去 面见他的女王了 女王呢是一只袋鼠 他跟缠除警长组成了一个王国 没错 这个国家救他们俩人 他说可以帮我离开这里 但是电梯坏了 需要找到三个零件 所以我在这一层的目标 就是通过解谜 找到这三个零件 在跋涉去遥远车站的途中 警长还给了我一个支线信息 说这王国里面的弄成叛变了 想要把女王斗像 这样就能让女王月儿代理的东西跑出来 把所有人都给干掉 在这里我们插播一下警长和女王的介绍 根据后面获得的笔记得知 缠除警长是被培养出来的个体 通过西部电影动画片傻的 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小镇警长 负责抓捕罪犯 用来给孩子们做正面的榜样 笔记中提到了斑斑邦 警长当时是隶属于斑斑邦的 并且只听从斑斑的命令 后来他就越来越离谱 会逮捕所有不属于斑斑邦的人 无差别攻击毁掉一切 而女王则是通过改良版GV熔液 改造出来的怪物 具有理智 喜欢用育儿袋来保护孩子 并且坚信自己的权杖 具有神秘的力量 这也算是一个伏笔了 之后就是去车站 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个怪异的身影 默默地看着我 在这里找车票的过程中 我还遇到了一个迷之bug 这只小鸟直接就卡在这儿了 无限的反复横跳 抱也抱不起来 说实话 当时我的心态是有些崩的 瞬间就不想玩这个游戏了 但是为了看看制作组之后的操作 我还是耐着性子重新来了一遍 在漫长的穿梭途中 缠除警长语重心长的 跟我讲述了他们的情况 他们这些怪物 都是被人类扔到这里的 远离了地表 他在地底被找到 之后就开始誓死保卫女王了 随后是一段解谜 这个没什么意思 我们直接跳过 在一片黑暗的房间中 我发现了一条蛇 这位就是警长提到的弄臣 又名苦笑 看起来他的设定 应该是一个小丑 随后是一个巨型解谜场景 全部都是通风管道 这个设计 还是斑斑一如既往的 预线空间风格 在这些通风管道内 会有NapNap潜伏器中 一旦靠近就会这样 我们抄起小鸟 它会在错误的路线上 发出尖叫 这样我就能够知道 管道里面有没有怪物 就这样一路来到管底 拿到零件 在交完第一个零件之后 我在衣物室里 见到了红色恶魔 斑斑 他说他之前并不是故意伤害我 他只是被迫服从 之所以总是跟我保持距离 用广播交流 也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他其实是具有双重人格的 一个恶魔人格 一个就是我面前的低落男 这次他说 他能控制自己了 于是我俩就结伴出发 去寻找电梯的第二个零件 在出发之前 我发现了水母哥 也被警长抓了过来 关在了这里 跟他对话 他又给我来了一波精神攻击 幻觉又来了 这一段的时间线应该是在小汽车撞毁之后 斑斑几人正在这里思考人生 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这一段的实况了 所以我就精简一下 这几人的聊天内容 说实话 我是真的没看懂 水母哥对自己的人生 充满悲伤和绝望 而斑斑就跟他的表情一样 十分的乐观 安慰着水母哥 另外两位就傻傻的无法说话 我个人认为 这些怪物就是所谓的斑斑帮 他们各自用被设定好的思维方式 思考着自己的人生 总之就是很迷惑 随后就出现了 初出Charles的诡异联动 很多其他检测在这个游戏里的游戏里 这些游戏里的游戏里 可能是任何东西 但什么样的那样的 那样的那样的 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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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醒之后 我跟斑斑继续出发 在路上 斑斑对我说 他的本名是吴斯曼 是在这里工作的职员 之后 他就被同事给背叛了 所以说 斑斑是由人类变化而来的 他之所以接受试验 可能就是被同事给欺骗了 这个倒也不出意外 毕竟这类吉祥物游戏 大多数都是这么个设定 穿梭机刚刚到站 我们就可以看到 Jumbo Jaws被陷阱抓走的一幕 我跟斑斑在这里遇到了NapNap 他抢走了斑斑的东西 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追了 一路紧赶慢赶 这怪物的速度也是突然提升了 我是完全追不上 在经过了一段经典跳跃关卡之后 我目睹了斑斑 跟Nap的单挑过程 恶魔斑斑还是强啊 就这样我获得了第二个零件 在出发寻找第三个零件之前 我们来到监狱这边看一下 会发现之前遇到的那些怪物 都被警长给抓来了 鸟哥他们全无反应 就这样默默地看着我 Pabalina自闭了跟他的学生们待在一起 John Bo George也在这儿 双手背负非常的开心 还有之前遇到的蜗牛大姐 缩在壳中家里蹲 所以警长的实力看起来是挺强的 忠实地履行着她的保卫职责 之后我们继续出发 寻找第三个零件 首先是一个解谜关卡 简单来说就是3D版大家来找茬 我要在这个套间里面 指出哪个房间的布局发生了变化 用按钮汇报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难度我们直接掠过 第二关是Boss关 我先是遇到了小丑 他大笑着溜走了 留给我一份大礼 这感觉是一只四猫四狗的霸王龙 他会追着我 定期对我野蛮冲撞 被他抓到的话就会这样 打败他的方法就是引诱他 去撞红色的开关就像这样 撞完四次Boss就算搞定了 没有难度 倒是在他倒地之后 差点让我心脏麻痹 他直接把出去的门给我堵上了 如果我出不去门 这就意味着 我又要玩一遍这无聊的Boss关 我的心态差点又崩了 不过还好 门没有毒死 最终我还是出来了 所以说这场Boss战 还真的是让我体验到了 心跳加速的感觉 笑死 打完之后 小丑再次出现 这小丑哥的设定 应该是把搞笑当作生命 所以他执意要逗笑女王 才不管什么世界末日呢 现在的警长正在抓其他怪物 我又被他牵制在这儿 他就可以直接去找女王了 他的这波调虎离山做得不错 等我来到女王这里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了他的计划 女王在跳下高台的时候 把小鸟给震了下去 掉在了GV溶液里 于是小鸟也变异了 小鸟和猫狗恐龙 去一旁争夺地盘了 小丑也抖出了他最终的包袱 我实在是没看懂啊 但架不住 咱们的女王笑点太低 女王被逗笑了 从她的育儿带里 放出了超位魔法 这一层怕是待不住了 我跟警长只能选择逃跑 当然小丑也是跟在了身后 我看他走得挺慢的 所以刚开始我还没意识到 这也是一个追逐官 我慢慢地跑 没想到却被小丑给追上了 所以这一波咱就跑得快一点吧 我跟警长跑到了电梯这儿 带着水母哥一起往下层行去 警长说 其他人他都放走了 我们必须要找到女王的权杖 这样才能阻止这一切 班班幼儿园的第四章 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一章的剧情嘛 其实也没啥可说的 所有的怪物 都是在按照自己被设定好的性格 很有思维方式在行动着 幕后的黑手 应该就是制作GV荣燕的公司 但他们制作怪物 绑架孩子们的目的 目前还不得而知 我都快忘记了 自己是一个 前来寻找孩子的家长了 所以我想说 这个剧情是真的能拖呀 感觉制作组 可以无限制地捏新怪物 然后增加新的章节 一张卖你40块 美滋滋的老哥 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 等下一张去找权杖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 谢谢支持 那么我是阿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